會舉行了近三個小時的閉門會議 案例會主席在會後發表聲明 對於中國大使館遇襲感到震驚和關注 又說對這次慘劇表示遺憾 聲明並且對中國政府 以及死傷者家屬表示同情和慰問 有線Dizke就在黎鳳葉報導 多個國家都譴責北約 襲擊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 俄羅斯總統葉利欣 指責今次事件是野蠻行為 並且隨即下令準備啟程到英國訪問的外長 伊曼洛夫取消行程 北約成員國 意大利和希臘都表示深切遺憾 而在英國 外相國偉邦說 首相貝利亞會寫信給中國總理朱鎔基 對中國大使館遇襲和造成傷亡 表示莫大遺憾 同時會澄清北約不是故意襲擊中國大使館 而中國官方新華社發表聲明 對北約的導彈擊中中國大使館 令深華社駐貝爾格萊德記者 邵雲環喪生提出最強烈抗議 話這樣做 是嚴重輸論全世界新聞工作者的正當採訪權 邵雲環生於1951年 大學畢業之後加入深華社工作 她曾經兩度擔任深華社駐貝爾格萊德記者 其中一次是在90至93年 波斯尼亞爆發內戰期間 今年3月科水屋危機升級的時候 蕭雲環主動提出要去貝爾格萊德採訪 和她一起住在使館內的丈夫 亦都在今次空襲中受傷 而在本港 一個政黨到英美兩國的駐港領事館示威 抗以北約導彈擊中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 民建聯三十幾個代表在遮打花園集合 先後遊行到英國和美國的駐港總領事館示威 他們不滿北約導彈擊中 名稱商標有六平 另外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德表示 打擊恐怖主義的戰爭還在初期階段 敵人數目雖然越來越少 但打擊任務不會變得更加容易 拉姆斯菲德說 美軍會繼續轟炸塔利班領袖所隱藏的地埔及動員 他希望二千五百萬美元的元洪 可以吸引當地居民協助找尋拉登的下落 他又說即使普什圖組與塔利班達成協議 美國也不會讓塔利班最高領袖奧馬爾 逃離南部城市撼大蝦 亞洲電視記者劉啟光報道 直將派去阿富汗的一支德國軍隊正加緊演習 為未來執行任務做準備 演習在巴佛利亞舉行 以致派去阿富汗的德軍 包括有六軍特種部隊和防化部隊 雖然德國政府聲言 這支德軍不會直接參加阿富汗的戰鬥 只是負責後勤支援美英聯軍 和協助拯救雙兵的任務 但他們仍然配備多架裝甲車 和其他重型武器 而演習的仇亦以作戰模式進行 不過德國政府還未公布 這支德軍部隊的出發日期 美國總統喬治布殊簽署國會較早前通過的航空案 公示威者迫退 大批防暴警察增援多個時刻 大批防暴警察增援多個時刻 有記者拍攝警方拘捕時被防暴警察扭打 但這次示威的工會組織曾經警告 如果南韓政府不跟他們直接談判 下個月會再發動全國大罷工和示威 南韓當局就要求工人先停止罷工 然後進行談判